榴槤 落滿地上開 伸隻手去念 飄來榴槤 指向 又撿一個點 飄來榴槤 指向 歡呼舞慢點 哪裡有味 這裡有味啊 看到這裡什麼榴槤食品都有 我這個榴槤米都喝著文歌喜舞 就來到中秋了 不知道在這裡隨手撿會不會撿到的榴槤月餅呢 咦 真有的啊 還有很多款 今次介紹的最流香位於銅鑼灣天尼斯道499號 永光商業大廈17樓全層 帶入港鐵在銅鑼灣站B出口 旁邊就是大廈入口的啦 這裡的老闆是大馬自設果園 和新加坡自設月餅廠 所以就可以把大馬新加坡最優質的榴槤產品 帶來香港 既然來到香港了 當然要先試這裡的月餅 首先試的是D13的榴槤冰皮月餅 其實D13榴槤就會是色澤橙色大紅 來自大馬的油佛舟 而且它的天然糖分就比較少 所以就會比較適合長者或者糖尿人士使用 讓我試一下味道 現在好像在吃淡淡的榴槤肉一樣 因為這個榴槤冰皮月餅 其實它用了10%冰皮 90%都是榴槤果肉 對比我平時外面吃的榴槤 其實這隻榴槤的甜度是比較適中 清甜一點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榴槤味 不是特別是很濃郁的那種 所以如果你是初次吃用這個榴槤的話 這個榴槤冰皮月餅也會很適合你 之後就試一下這個XO榴槤冰皮月餅 其實XO榴槤是一個品種的名字 它不是加入了XO的 好 試一下 它真是有一種走香的餘韻 而且我覺得這個榴槤肉 它的質感會比較粉撞一點 有點像栗子的感覺 我覺得 挺有趣的 我第一次吃這隻榴槤 最後就試一下這個XO榴槤冰皮月餅 其實XO榴槤是產量少 還有它產量少 它最佳的食用魚份是六至八月 所以它是特別珍貴的 剛才那種就好像吃一塊榴槤蓉 但它這個榴槤有一個榴槤的皮衣 所以它裡面咬下去的質感會比較豐富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榴槤的味道 就會是最濃郁最好吃 特別推介這個 好吃 之後就試一下這些榴槤食品 這個就是D24馬拉榴槤龍角包 試一下什麼味道 我本身以為會比較甜 但因為這個龍角包有少許鹹的關係 而且其實榴槤本身帶有少許甘甜 因為這個包會中和了 榴槤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會越吃越多 我覺得這個包會很可愛 很不錯 之後就試試這個馬拉D24水晶榴槤果子 你看它多可愛 透明的水晶皮 裡面一口都是榴槤果肉 我一大口吃一半 先試一下 因為榴槤肉本身是軟弱弱的 但是加上這個果子皮 它是陰陰陰陰的 兩個合起來 感覺很可愛 它的口感 之後就要試這個 頂級馬拉D24榴槤雪糕 我最喜歡吃雪糕 先試一大口 我覺得這個榴槤雪糕 對比我以前吃的榴槤雪糕 很不同 首先最大的分別就是 裡面是有榴槤果肉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雪糕 是更加幼滑 反而會多了一股奶香 加上榴槤香 很好吃 最後就要試一下這個榴槤法咖啡 已經聞到一大口榴槤香了 試一下 這個白咖啡的咖啡 不是特別濃 但是你會吃得出 有一種好像榴槤糖的香 清清的 挺適合吃完這麼多榴槤產品之後 最後喝一杯榴槤白咖啡 榴槤令我多相思 今次又相見 某年熟了醬肉 女一見心而獻 安娜艷如嬌花 嬌花仙豆仙 不忘某年似香 還負母萬天 但一間 兩位 兩位 那一片